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不会有报告书 只有定性没有报告书 那你要服英国人 这个报告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香港的历史 或者有兴趣这类的 直接是暴动 那时候的暴动 其实应该上网找不到 都是在图书馆找到 还有1967年的暴动 左派暴动 那时候的暴动全部跟政党有关 这一次就是国民党 六七年 我们经常说暴动暴动的时候 就是说六七年的暴动 一般人 这一次就是国民党发动 那一次就是左派发动 共产党发动 民革影响 那我们都会看这两次暴动 那这一次暴动呢 有特色的 特色就是死人多了 是的 他其实死人是最多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六七暴动是死人最多 双十暴动才是死人最多的 而且他只是两天半而已 就已经死了六十天 比起六七暴动是夸张很多的 那么 哦 是 六七暴动是五十一人 那里六十几人 六十几人 五十三 三百人受伤 哇 抓了一千人 我们现在都要抓很多人 即19年的事件 但是慢慢抓的 那时候就在暴动里面抓了 都抓了个千人 那你可见这个规模之大之猛烈 那么呢 特点就是呢 我们没有什么人说这件事 老共不想说 即是这段历史 英国政府不想说 香港人自己也不想说 台湾国人党政府都不想说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当然现在有很多网上的资料 基本上我们知道是有件这样的事 但是很少我们当是平常讨论的时候 就拿它来做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例子 当时是什么环境呢? 香港1950年中的时候呢 人口迅速增长是二百二百四十万 当时呢 就上次说过了 三一事件那时候 五二年那时候已经开始封了关了 要申请才能进入香港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重开的 五六年 二月的时候重开 重开了九个月 但是就要关了 因为那九个月里面呢 就涌了六万人进入香港 五六年的时候 虽然当时呢 就是有些人认为呢 就是中国呢 就很开放了 香港可能很多人想回去 那么就通关了 一通关竟然是这样的 那么呢 当时的形态真是重要了 三分之一来呢 香港人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陆的难民 就是有两百万人呢 是两百六十万而已嘛 两百五十六十万人呢 就是来自大陆的难民来的 那香港其实是一个难民的城市 当然现在不是啦 我们全部都是 新一代的人全部都是在香港出生的为主的啦 是 那么呢 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根据后面的报告说啦 那他认为呢 这次的苏联呢 一九五六年的双十字暴动呢 就和政治无关 就纯粹是呢 不是完全无关 但是呢 它的总的表呢 就是认为是人口急剧增加啦 就业不足啦 还有来的是难民啦 难民因为它的情绪上就很憎恨共产党啦 因为很多可能是国民党的人呢 其实在大陆本来当时已经是个中产 或者是一个少康之家的局面的 他本来生活得很好的 但是因为国共内战呢 它们会派好怎样都好 总之走出来香港 现在去到香港呢 就一无所谓变成了可能在里面是经理呢 来到香港 要拉车仔啦 那么这些人呢 紧堪生活的情况之下呢 怨气很重 那么怨气很重呢 所以有这些骚乱发生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那么呢 当然这个这样的定性呢 有一定程度上是 就是掩饰了当时 就是不想触碰那些敏感的东西的 但是呢 因为本身这件事呢 就是你刚刚刚说的这个报告书呢 是当时郭浪港督是写给英国的 就是解释发生什么事 香港这件事发生什么事 当时的警察呢 只有五千人的 防部队有三百 已经有防部队了那时候 大家看看后面的 你那张手后面呢 你都见了 我们很熟悉的 这些就是绿色衣服的警察装备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全部都是这种绿色的 其实那些是静元物资 军部的那些是静元物资 吉普车这些呢 警车是吉普车来的 这样呢 整件事是因为呢 问这个国旗 就是中华民国旗 而开始的 那到我八十年代去打政府工入房屋处呢 那些人口述都说回我听 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我一直都是 如果不是英特利呢 我没有什么机会自己去研究那么多 我第一次接触说 苏联是1967年暴动的时候 那因为暴动呢 就会讲起 家里讲起和老爸 那我十凌岁人那时候 老爸就讲起 十年前发生过了 长辈才说 在九龙 我们住港岛 形容为 如果英国政府聪明的 如果有需要的 控制不住那些左仔的 就不如放了那些 调警岭的那些 右派的那些特务 就是出来帮香港平暖 六七年暴动 当然那些长辈都是知不知道的 他有这样的看法 那我才知道 当时是有十年前 六七年十年前发生过暴动 那整件事的发生过程 我们专注历史 就交给你 讲那个10月10日发生的事 之前其实都有些少少冲击事件的了 好像在9号 有个保兴沙厂 宿舍发生一些拆旗事件 都是拆那支 青天白日 就是10月10日 就曾经发生冲突的了 估不到在10月10日那天 就发生 引发一次拆旗事件 就引发一次 冲至事务处的职业拆旗事件 就是现在法令公那些旗次的东西 一个双十个国旗 就引起了一场暴动了 真是暴动了 只能够说 因为直接开枪镇压才可以平息到这两天 但是军队 英军是介入了的 出了一个严重的事件 那过程是怎样呢 就交给你简介 其实如果大家对于历史有点研究的话 都知道10月10日其实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这样也是对于所有自认为中国人 中华民国的人 我自己是 他们最神聖的日子 因为相对之下 双十节就是等于他们的国庆 到现在呢 中华民国仍然是会每年 在双十节到去慶祝的 就当是国庆 就算现在是民主充部党政府去做都好 现在都是双十节作为国庆的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 当然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说 当然是不欲冒犯的了 所以在10月9日 也是在1956年双十节的前一天 那是武星沙厂 厂的主管叫右派工人 拆了中华民国国旗出来 在我的右派工人的看法里面是因为 你们在那儿侮辱我们的 所以在那儿干涉他们 你们慶祝双十国庆 所以已经决定要进行抗争日了 那去到10月10日了 那当日呢 其实本身就是国庆的正日了 那如果大家对香港的难民史有些研究的话呢 都应该知道李靖屋寨市区是特别多国民党的人在那儿的 那都要讲一些有关我的背景 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其实呢 王Sir后面这份报告书 那时候呢 它已经是 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看法 就是1953年呢 那时候呢 英国内部的情报呢 已经认为了 香港呢 主要的右派组织 中国青年反共九国团有五百至六百人 那样呢 甚至乎有高低一千人 条线最高的右派分子有六千人 接受右派救济难民有七千人 右派工会有六千人 另外一个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有二万人 第三势力都是支持国民党的 有五千人 追随者有一万五千 那所以一共呢 以国民党为首的右派的香港支持者呢 有十四万至十六万人 所以其实看得出国民党那时候呢 可以用人多世纵来形容的 那么其实会出疑这一个情况 其实都很正常 很简单啦 就是因为呢 其实有什么人会由中国大陆走来香港的呢 那其实实际上呢 都基本上都是一些不本意共产党的人 那所以他们来到香港 他们仅仅会怀念中华民国的统治 怀念蔣介石 怀念孙中山 那么所以他们呢 那就对于这些在香港生活 当然也都是非常之不满啦 那所以啦 在双十字当日呢 那就因为一件一件国旗的事件呢 那那就引起了暴动了 那话说呢 在当日双十字 上午有时呢 有两名冉智事务处的职员呢 在理智屋冉智区六座六楼呢 撕了几张中华民国国旗 明且呢 在十点半呢 拆了在悬挂大厦外场的双十批牌 那那些居民发现之后呢 由上午十一时开始包围这个冉智区办事处呢 跟着呢 两名职员呢 重复那些中华民国国旗呢 平息公反 谁不知呢 跟着呢 旗帜很快又没失去 跟着呢 去到下午一点呢 已经去到有 聚集了2000人 那样呢 我就理智屋冉智区的居民呢 竟然要求政府呢 要迅出一寸十万头的鞭炮 在大厦外场呢 要挂上孙中山画像和蔣介石画像 再加上中华民国国旗 而且我两个职员呢 就要登报道歉啊 并向这个孙中山画像 叩头刑错 那这些群众有这样的要求 赶应当然就不会答应啦 那这件事呢 就开始升级了 是的 这样呢 去到当日了 下午两时呢 这个警务处处长呢 就率领防部队去戒备啦 那其实所谓的我就是防部队呢 大家不要以为好像今天的防部队那样厲害 当时呢 其实防部队是仅有六十人的而已 那其实有很多 只有好少数的警员 是有这个叫做防部训练的而已 那就是 当时全国警察只有5000人 防部队300人 接受防部训练的警察1260人 所以找了60个防部队去呢 那其实已经接了香港防部队的五分之一了 那就是如果再控制很多场面 是要出英军的 那这样了 去到2点25分左右呢 这样呢 晒纸区职员离开白公室 时被群众追打 跟着呢 群众就不满意警员出手议救 于是就丢 找东西丢那些警员了 跟着呢 开吹雷弹 之后呢 就很快就出现了 很多的怪事发生了 跟着这个叫做晒纸区的白公室被破坏啦 现在呢 大佬家时被破坏啦 跟着到3点半呢 事件才大致好像平息了 这样呢 这就暂时是没有问题 这个纯粹是澎湖之前的一个平静 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里面的第一个阶段了 那就到下週了 下週就開始死人了 是的 去到下一日了 第二天的時間 第二天就第三節了 下週五點六點的時候 到晚上十時都有一輪騷亂在九龍的地區 是的 其實看上週的騷亂 其實這件事相比之下 其實一個國旗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問題呢 竟然都會搞出這樣的事 所以這件事就不斷升溫 其實絕對不是一件偶然事件 好了 就去到第二的階段了 在10月10日當日 上週就發生了這樣的事了 在下午開始了 其實這件事就不只是影響你一隻屋那裡 其實大家看到後面那裡是九龍的全灣暴動 其實這件事是不斷不斷去期盼 是的 包括深水埗 大関東 黃國油華 地久去到觀塘 然後九龍一帶未見平息 荃灣一帶又有其他暴動 究竟是什麽事呢 荃灣那裡其實就是有寶星沙廠的 寶星沙廠左派公會用在十二一號 因為十二一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慶 所以寶星沙廠已經拆除左派公會 用來慶祝中國國慶的國旗和裝飾 但是在十二九號就不滿廠方 竟然可能引起左派公民反轉為理由 反過來要他們拆除這些慶祝中華民的惑慶 其實看到了 當時正如我們上集所提到的電車 前一集我提到的電車工人罷工呢 其實我們見到呢 所有的工廠是會有兩個工會的 那兩個工會呢 分別就是一個叫做共產黨工會 另一個叫做自由工會 那就是分別由共產黨和國民黨控制的 當時其實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是會承認國民黨工會 而不承認共產黨工會的 但是有些地方支持共產黨工人仍然會聚在一起的 是的 這樣呢 去到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呢 關鍵就是在這個10月11號 上週 上週到第二天的早上 那這24小時呢 就升風血矣了 全面開戰了 好像將國共的內戰搬來香港那樣 其實是嗎? 是的 這樣呢 就開始了 這個叫做青山道 很多的藍化工具廠等等 廣州港昌廠呢 之後被襲擊了 跟著呢 部分地區呢 被一些右派工會和三會封鎖 路過者啊 要掛上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才可以放閒 沒這個國旗呢 就只能夠用5元至20元呢 的高價 當時只是五仙的 是的 20元而已 一人工都沒有20元了 是的 這樣呢 即將向這三會封鎖去買旗 這樣呢 由於情況未受控制呢 警務處處長就認為 要加熱控制 有需要要開槍 這樣衝突營業不斷繼續 這樣呢 更嚴重的就是這個瑞士駐港副領事和她的夫人呢 在下午一時搭的士 經大部份的青山道交會呢 被群族將的士推翻群燒 結果呢 領事夫人死亡 副領事重傷 這樣呢 在在場拘捕七尾參與自己的群組 開槍隊 嵌了8個示威者 那我當日的衝突萬一時台湾 荃灣 英軍前往的鎮壓呢 拘捕真白瑜伽 這樣呢 其中呢 大公報也都是 我跟今天一樣 都是親共的大公報 認為中國國民都特務呢 在那裡令暴徒縱火搶掠 就是這個整件事就是這樣 非常之暴烈的情況之下呢 就用好像近乎戰爭的手段才平息了 那就拘捕了那些人了 是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都沒有這麼快完的 因為還有去到下午了 那下午呢 其實當時已經決定要出讀駐港英軍的了 這樣呢 就在這個叫做駐港英軍就派出了三型步兵 那就開往九龍 在下午兩點開始重新暴防 那麼去到四點半了 那有五十名女工呢 集見在之前出現 國民黨和共產黨發生衝突的這個寶星沙創呢 裡面呢 在那裡唱什麼歌呢 他們在那裡唱反攻大陸 所以要唱什麼時候回家鄉呢 其實看出那些女工呢 無故出現 其實擺明就是有人動員出來的 接著了 去到下午六點半了 接著那些群眾呢 就在傍晚七時指示大型的中華民國國旗 衝擊警方的防線 不斷向警員丟蛇 所以決定了 當日下午七 即是晚上七點半 去到十月十二號 上午十點在九龍實施戒嚴 接著呢 就所有的獨海小輪 公共交通 停滯 公共服務停頓 戒嚴至10月十四號 上午十十時 香港是市場首次戒嚴的 在戒嚴 但是問題的事情呢 都仍然是沒有平息的 去到下午五時左右 接著呢 有二千個群眾呢 在這個叫做呢 破壞九龍城巴士 中站巴士 在後黃道的長城製片那裡 萬里片場為搶掠 接著去到晚上 群眾繼續在那裡衝擊 回德鋒沙廠 東南沙廠 武星二廠 南海沙廠 要求呢 我們的廠方要掛中華民國國旗城的右派工會 還要解僱左派工的 另外還要請人都要右派批准 那麼 群眾當然都不會放過左派的組織 工人醫療所 福利部 私密工會福利部等等呢 這些地方呢 全部都被縱火和毆打職員 那麼 防部隊在那裡 晚上8時10分 防部隊繼續施放出去 讓群眾 但是群眾仍然在青山路東街聚集 抗大騷亂範圍 那麼呢 這種情況呢 其實也都在另一邊 那麼在這個李正屋曉治區 在平息的時候呢 那麼呢 當時三合會14K和安樂的黑光成員 就帶著這個中華民國國旗拿開補充少許資料 究竟14K是怎麼來的呢 14K其實是一個由廣東來的組織 它是由國軍的領導 郭少皇來搞出來的 那麼大家知道國民黨就是國民黨 14K是給什麼呢 K就是給國民黨的意思 那麼14K安樂的成員呢 就帶著中華民國國旗 在石田比賽市區出發 並在大埔道 和青山道交界 向車兩隻摘石 並且呢 襲擊加均廠房 那麼這種情況呢 其實可以見到 是的 去到呢 真的是這件事了 一到去到凌晨五點呢 才平息的 就是這樣了 有一個簡單的比喻呢 雖然這件事是這麼... 好像這麼有勢力的國民黨在香港發動了一次這樣的行動 但是這一次事件之後呢 國民黨的勢力就急速下跌 就是因為搞出暴動 那麼一般人對他們都不滿意了 政治上也都給中國施加壓力了 那麼所以呢 也都不見得他成功了 因為這次其實就是很多事 很多是因為跟黑社會有關 那麼其實他們很多就是國民黨 就是走到來香港的人 就是你剛才講的十四基 和折後那些組織 全部都是親國民黨 但是他們也是黑社會來的 那麼變成你有事發生就順便搶東西了 那麼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影響到一般人了 那就反感了 所以其實這次暴動後呢 反而令到國民黨 本來香港的勢力大幅消退 跟共產黨六、七年阻止發動暴動之後的情況一樣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想你還沒有 但是整個七零年代呢 就是左派 本地破派是消失了的 因為就是那個六、七暴動呢 令到一般市民對於共產黨呢 和左派、工聯會這些人呢 在香港的角色就 變成他們好像直接抽離了社會 有十年時間 而那十年呢 就是香港的本土那些 壓力團體的政治就開始出現了 包括我們介紹過的 不是 將會介紹的 就是教協、工盟這些組織呢 代表香港本土的社會團體的角色就出現了 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出現成為代表人民的組織呢 就是和兩個大的政黨分別發動過示威 而發動過暴動之後呢 得不到香港人支持 所以他們那個後果都是不好的 就是他們應該檢討過後果是不好的